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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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件事包括司法部FBI 他们都说把这件事压下来 甚至诬略的这些就是共和党特朗普的手法 但是今天拜登和律师团队一口气就承认了 因为现在他们两父子都是被司法部调查当中 而最主要的他们要面对的不单只是司法部FBI 但是因为这些民主党他们可以顶得住 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以来 但是有一个他顶不住的 就是美国众议院共和党 麦卡锡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 直接调查拜登两父子 其中的儿子亨特拜登一定摆出来的就是 就是所谓的电脑门 究竟他里面的怎么样的腐败 从那里怎么样证实到拜登他有没有份收钱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环 那现在已经来到这里 没办法可以洗脱到罪名 也都没办法脱到新的状况 那你见到的是什么 见到就是索性承认了他 这么好死亨特拜登承认了他 不是 他现在直接就是说 他这个电脑是他的 是你们偷了我的 包括就是那间维修店的老板 因为他是涉取了他的电脑 然后将他盗卖给朱利安尼 和纽约邮报 还有的当然就是班农 现在他们是打算起诉他们 就是你盗拥了我 你偷窃了我 你把我的私隐打出来 用这样的方式模糊焦点 但是这件事是不会完 因为无论你怎样做 怎样影响你 影响司法部也好 甚至你抓人 你回归的就是你 有没有收到人钱 而更重要 美国法律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拿了些东西去维修 而你超过了期限之后 你不去拿这件东西 就会成为维修的 就是店主的财政货物 将它弥补回 就是它的维修费 你不来拿 但是我做了功夫 我帮你收好了 那怎样呢 那我的钱在哪里呢 你这件东西 或者你的财产 就会 他视作为 補偿给店主 那店主就可以作出一切的用途 他喜欢扔掉它也可以 他卖掉它也可以 他送给人也可以 但是亨特拜登 就想着承认了他 然后就说你偷竊 倒打一把 但是这件事不会完 因为麦卡锡 和特朗普 就是调戏都不信 就是当日 明明你有这件事 就是主流传媒 和FBI 包括司法部长 和民主党 把这件事压了下来 由当日爆出这件事 到现在多久 接近两年半 两年半 你看到查什么 你告诉我 查什么 是好像石沉大海 直到现在 现在 众议院成立 调查委员会 你才看到FBI 和司法部做事 有时看到这些 我看到美国 当然这个 不是说所有的案件是这样 但是看到 美国的沦落 对于我们这些 追求言论自由 追求公正公开公平的人 看到都觉得不舒服 美国是一个民主灯塔 但是这些阻交横行 他们只是说 没有做 然后一味社会福利主义 但是实际上 全部私伤授受 特朗普 为什么到今时今日 一个前总统 要这样被对待 是因为特朗普 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 他说明 要将整个美国的官僚体系 就是深层政府 或者各方面的称呼 他说的是什么 华盛顿抽干沼泽 之后 他就成为了整个 不仅是民主党 是整个官僚体系的追杀 康特拜登 做这些事情 只不过在这里自挖 此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赞 追踪 赞 订阅 科金 看广告 可以画家 入会员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